我們今天邀請到我們的特約嘉賓主持人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餐廳 就是Alpha在科龍中最喜歡的餐廳 這間餐廳叫做 他們親切是Lomi 叫做Loman仔 這間餐廳有什麼特別呢 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紅紅的照片 其實Lomi是知道以前的老闆的名字 今晚也很新型的老闆 很多人都會來這裡吃東西 吃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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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已經忘記了是在哪一年 可能是在這裏 或者是零食後 差不多就過了新年 這個地方就要關掉 人們可不捨得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應該有六十年代 五十年代就開始開到現在 因為那些東西都不捨得 只有一個在整個碎手 所以在生日之後 他沒有馬上刷 或馬上刷牙 通常被一間啤酒的包含賣了 然後就保持當時的裝修 但是他很有代表性 是當時的 我記得九八年什麼 就是在黑林頓訪問方案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想訂這間餐廳的 另一個傳言就是 最後黑林頓就沒有來這裡 為什麼呢 其實一個傳言就是 當時的老闆還沒過新的 他打電話給這個老闆 老闆就有兩個版本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等一等才放下電話 你一直看回來看電話 另一個版本就是 我們可以來 但是我不會關上一間餐廳 給你們 那間餐廳開給你 所有人 黑林頓就不會在 和其他人一起坐在那裡吃東西 最後三人跟他 第二間餐廳 所以我們來到這裡 但是因為什麼原因 就令到這間餐廳 很明顯 對 他有名的 例如這條門 還有一條街仔 他有名的 他有名的 還有一條街仔 他有名的 但是他的餐廳 他的餐廳非常之少 這裡兩版是三萬元的食物 不是一樣的 我們最主菜 就是這個 腸仔 大腸 不是腸仔 這個也是腸 然後這個就是collect 其實他也是三樣東西 每天都可以選擇 那你再選擇 配包 還是全小吃 還有這裡的collect 是特別的 因為平時這個牌子 就是collect 是科學啤酒 有很多不同的啤酒牌 其中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牌子 比較少見 不是最大的 我們香港有時候會買到collect 大腸便會買到 F,R,U,X 有時候會買雞 如果你可以介紹一下 如果我們喝完整杯 他會不會繼續針給你 還是怎樣 會的 所以當你喝完整杯 或是你不要讓你喝完 你喝到這裡 他就會開始拿到你的杯 然後吃起來很新的 你要床子 這樣做 你就會不會喝下去 不然他就會自從幫你換 你每次喝 他就換上一條線 通常有些人會滑到 從這裡滑起 然後滑進去中間 然後最後去買單 他就會坐在你旁邊 坐在你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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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跟其他人喝 其他人喝了很多 可以轉到進去中間 但其實不是我來的 因為他一杯 雖然很小 其實200 其實五杯 都要拍一封星 但是有些人可能 至少都喝十幾杯 所以喝了兩三星的啤酒 那Cursh的特點是什麼 即是味道 有些人說不喜歡 有些人說好像水一樣 其實Cursh的每一個特點 我想最大的特點 當然有啤酒 唇的顏色 有幾個 沒有 他跟其他比較一樣 有這樣的定位 你要一定要符合這個資格 才叫做Cursh 其中一個最特別 我想其他啤酒不會有的 就是釀啤酒 釀啤酒的地方 一定是認識到 在Dome 20公里的內容 就是 Dome 即是科隆大檢口 所以這個最特別的 就是它一定是科隆大大教堂 附近釀啤酒 才可以做到強壯 全世界都是 你可以在東京釀啤酒 做強壯 最重要的是 我打算這麼多 不用蓋住它 剛才不是說要蓋住它 但我們沒有蓋住它 那麼多 在我們說話的時候 那位待會員叔叔 已經給了一杯新的 他已經滑了一條街 沒辦法 唯有喝 這個就是半隻雞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蝦 很特色的食物 就是Gouda的芝士 它已經很久給了我們 再加一個包 還有幾片洋蔥 這個包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都是一些很特色的食物 這個就是 Mis Chan 她點了的 collect 你看到是很有份量的 我記得我帶過香港朋友來 我朋友來到吃了一口 她就說很想帶我爸爸媽媽來試 我想應該是很好吃 她才會想帶爸爸媽媽來試 那是這個青瓜 它就是Gouda 其實就是醃青瓜 都是包頭薯特色的 我其實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會配酒 是OK的 但它們是用來配啤酒的 那是真的很大條 我也是變了這樣的食物 酸的 是酸的 我想Mis Chan是不會吃的 因為是酸的 雞辣醬 還有類似茄汁的醬 不知不覺嘉義 refill 我只剩下那麼少